大臣以自度度他为本 自度度他是以六度为本 六度以般若为本 这就说明波若木在整个佛华里面 他所占的地位 他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学佛 我们听今 首先要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学佛 为什么要来听听 首先要把我们的目标 方向 导致清楚 决定不能够含糊龙头 这样才能得到佛华真正的受用 说佛 有一些人 是为了生光 发财 平安 长寿 为这些 为这些学佛呢 我们得到的利益太少太少了 实际上要是为这个目标 不学佛也能够得到 学佛经上讲自度度他 我们得到的利益太少了 什么叫度 渡是个比喻 像过火 从这个岸呢 我们坐个小船渡到那一边 这个渡跟三点水的渡是一个意思 我们这边这个岸呢 是生死 是轮回 是烦恼 我们要从这个岸 渡到祝福菩萨 永远没有生死 没有轮回 得真正自在快乐的彼岸 这个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换句话是 如果要不把目的定在 聊生死 超越轮回 我们这一生学佛 就一定空过了 那才叫真可惜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清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